好這個立法院喔 這樣今天這樣子到一兩點 鬧不出個毛來 大家就來了 就一言之就可以放生 本來大家在想到底能不能放出來 欸一兩點就告慶 這個只能說 先從戰術面來看 國民黨到底有沒有戰術 就是你島上就是覺得 我六點到就好了嘛 人家五點到 政權找到四點到 四點就在開門了 所以國民黨是不是有點輕忽 你真的在這一個位置 要讓他出委員會嗎 你真的有這樣想嗎 還是大家只是演一下 撩表一下就說有在上班啊 當然有在上班不是找到就好啊 所以今天就還是要有衝突嘛 打一下咬一下碰一下 我拉你的手你拉我的手 我拉你的手來碰我 你拉我的手去碰你牙齒 等一下男女有別 不要拉錯 不要給我加上 擅自加上性別的塔 那個盡量都用統一性別 好 那像這一些東西 欸有畫面 感覺起來有在上班 啊這樣結果咧 沒有啊沒有過啊 沒有出委很會啊 連進一步都沒有嘛 然後到了中午大家都在問他高精跑哪裡去 他高精之前是說他身體 這不舒服啦 生病啦 所以他還有記者一度說 這個打去詢問高精 身體是否有樣 用各種有樣去問找不到 後來直接內政委員會 先是一個手遇啦 貼在門上手遇 說換會議室 而後公文出來 好 我就問 這個到底是事前相好 還是搞了半天搞不定 才出來的東西 而且終點是一萬會議室 民進黨要打進去啦 對啊 所以越言之又來了 請問到底是在幹嘛 你們的戰術想定了什麼 到底有沒有要固守 還是大家都說 我今天就來現場裝忙 許巧欣就是每日任務完成 作秀一次 得到獎品這樣子 好 收證的也完成 收證的也完成 我今天還有去審那個 學生輔導法 那個不重要 沒有人要理你 好 所以回歸我們現在講 民進黨的目的有沒有達成 檔案子 有 擋住了嘛 沒有掛啊 啊 民進黨我就是今天都給你罵 你黃傑說什麼 黃傑是黃賊破門什麼 沒關係我給你罵 我任務達成了 有沒有達成 中央兵任務有沒有達成 有達成嘛 那包括現在的 像林楚音被打 他堅守正義有沒有達成 有啊 那國民黨也會說 黃鴻輝會達成我們目的 可是是國民黨的目的啊 不是啊 是他個人作秀目的 像黃鴻輝打那個 林楚音的那個畫面 那當然我們是有剪輯播出啦 因為不要交壞小朋友 好 也是有生啊認為說 對 就是要看到 這個有這個藍營的夠兇 好好教訓民進黨 但那真正能夠得到加成的誰 不是國民黨本身 是黃鴻輝個人 是徐巧欣個人 是陳玉珍個人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這一次刷交來都是個人得利 黨本身沒有得利啊 朱立倫他到底有什麼得利 他那時候指揮的黨 到底往前走到哪裡 其實這現在國民黨一開始想 從葉宇治剛才講 就可以透露出來嘛 把那個身份證拉進來 不管是哪一個版本 民眾黨會投那一票會進來 麥玉珍的那一票會進來 最重要嘛 因為身份證那個 不管是哪一個版本啊 他現在民眾黨就是只要身份證 那如果國民黨就是要增加罷免的官 這個把官的那種 進過官的難度的話 甚至這個也是一個很好卡的東西嘛 好 那現在如果真的只是鎖定這個 去拉民眾黨那一票 你現在看民眾黨的態度啊 民眾黨的態度都沒有改變啊 我來了我簽到啊 我來我簽 我離開 去治火龍果還是怎麼樣 他高興就好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 民眾黨現在就是自身之外 我就在那外面罵你 我要開會 我要開會 像他們下午發的稿啊 我要開會啊 怎麼不讓我開會 所以回歸現在這個10點點 我們到了這個今天他們都休了嘛 休息了啊 那最後面呢 就是民進黨達成任務 國民黨進攻 還有一次啦 這一次最後一次就看他們到底是不是要攻 到底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沒有沒有 我解釋一下啊 他有可能 如果委員公不下來 你有沒有想過 進負二讀 然後開零食會滿一個月繼續表決 有之前有這樣的談算 有可能的喔 他是有可能的喔 可是零食會現在要抓八月 大家要出國 七月怎麼要抓八月啊 他都不是在短期內會發生啊 我七月的時候 我在修七月十六號的院會的時候 我進負二讀 八月十六號之後的時候 我是不是已經滿一個月 滿一個月 我臨時會直接二讀跟你講 之前國民黨那一部 確實有傳輸教的談論 是可以喔 但是如果這樣幹的話 我們要想喔 兩個事情就可以連起來 經過一個月 或者是再多一點 因為這次中選會想要去壓 基隆的那個審查速度 壓三天 看能不能 四天能不能壓到三天 但是呢 不管怎麼樣 霸良的這個事情呢 下一個暴點 這一次今天是交卷日 下一個暴點就是 大概一個多月以後 一個多月以後不就是你八月中 你立院那些人就要放出來了 因為中間勢必他就會有一個 比較涼的 涼掉沒有什麼新聞嘛 他也沒什麼造勢嘛 好八月中以後 新聞出來 謝國良如何去把這種力量 結合在一起 或者是把負面的壓力緩和掉 我覺得就是關鍵的 像今天就被人家注意到了 特別是下面的 因為謝國良基督教信仰 他過去不去拜廟 不拜 但他這一次呢 出來就被大家講說 是不是有禁廟固裝 特別去補助 怎麼會呢 戰鬥人來了以後 謝國良說我沒有壓力 我不怕勒 有一些動作 但是因為他也不是說 多在地的 就是他有一些示意就是 開始傳統在 謝國良其實滿情緒化的 就是他情緒好的時候 他願意接受很多的這種改變 在情緒不好的時候 就很強硬 這個我想國民黨內應該也 對子和深有所感 就他並不是多好溝通 好那當然他昨天去戰鬥籃的場合 我必須要說 戰鬥籃一樣 跟立院的概念一樣 這一趟去基隆 是有幫到謝國良 還是讓許巧欣 我不是安心亞 但是我也是很有戰鬥力 來那個許巧欣 也是很有戰鬥力 是不是又變成成就這些戰鬥籃 如果這些戰鬥籃去那邊 是不是 運到油這樣戰一下 之後就是傳過水無痕 還是你會在基隆去打街頭戰 可是這很奇怪 因為謝國良之前說 罷免的事情 就不要把他拉起來 再來是 這一個場子的外面 當然大家都注意到是這個標語 做人就別太許巧欣 做事別像謝國良 我必須說齁 其實更有衝擊力的畫面 是另外一邊 警察把阿嬤趕過街 阿嬤你三秒鐘給我過去那一邊 你三秒鐘給我離開 不然我要給你保護管束 把你管束起來 有這個畫面出來 其實這個真的啦 畫面大家看到老阿嬤 被警察趕過街 老阿嬤在那邊講幾話 碎碎念事會怎麼樣 為什麼一定要站過去 大家講話說 可能怕你老阿嬤會有一些危險 難不成你是覺得戰鬥籃 會打人會咬人嗎 好 那我認為啊 像這一些衝突的場景 接下來 可能會在在地會產生一些詮釋 我就講一個例子 林涛前幾天都還在講 童子偉 乾姊乾媽各種乾 今天已經完全不管了 因為他跑去咬鄭文燦 好 但是鄭文燦 然後那個另外一個議題 重點是 講童子偉這個事情 上週我還在國外 我就有聽到一些在地的消息說 童勇還在 你跑去弄童子偉 你們這一些外地的 今天跑來我這邊講 拉著我們國民黨其他在地的一起下來 等到這件事情結束 不管霸梁有沒有過 我們還在基隆啊 我們跟這些人還是會相見啊 會不會有後座力 不會作用在你們台北 不會作用在你們桃園的名單 會不會作用力 作用在我基隆自己在地的 甚至有人說 你在講什麼 童子偉什麼的 老一輩 退休的 在地的基隆的政客 是不是會撤毀 原來對謝國良的支持 是不是會做逼從 他就覺得我兩邊都不得追啊 好 所以啊 我認為這件事情 還有後續發酵的空間 但是就是要看 謝國良本人的想法 謝國良本人太過情緒化 可能會成為這件事情的 重要的轉折點